大家好,我是查米 今天是2020年5月28号周四 现在是下午的3点20分 室外的温度是零上28度 天气是晴天 今天上午呢 我把这个前院的这个 浇水的这个系统啊 就是往那边移了一下 移了一下呢 就是讲呢 可以把这边就是 前院靠近毛的这边去覆盖 但是这一边又不能覆盖 这边只能用手工去浇 所以说这边就是米叉 他就是天天早上 下午就用手工去把这一片 就是有比较多的花的这一片啊 这一片全部都是花的这一片的 就要用手工浇 因为他不能覆盖全部的 今天呢 吃完午饭以后呢 跟我家小朋友呢 一起去呢 我陪他去过邮局啊 把这个银行汇票呢 叫他学费的银行汇票呢 就寄出去了 这边他都是用平邮 平邮就是讲 我们因为没有 没有买邮票嘛 所以说只能去 邮局买好邮票以后 就从邮局投地 假如说自己有邮票的话呢 就是自己就可以在家里贴好邮票 写好信封 贴好邮票 封二口以后 在社区的这个 我们收 收邮件的那个箱子 那里呢 就有个投地口 在那里就可以投地 我能刚好顺路呢 也去就是买了几罐这种啤酒 这种啤酒的度数很高 就是有将近百分之 他将 将近百分之八 就是百分之七点九 因为他这边一般的这个啤酒 就是百分之四的酒精含量的 所以说这种就是 喝起来就比较给力一点 这种三块一毛三 另外呢 这个伊拉罐罐子呢 收了一毛钱 这个是就是五百毫升的 另外呢 就是也就是顺路去买了两个西 三个西瓜 已经拿了一个上去了 这个西瓜呢 是十一半的 就是十斤的西瓜 是四块九毛九一个 他是安哥买 这里的西瓜都是安哥买的 还有呢 我们刚好呢 就是洗发水没有了 他现在这个潘亭的洗发水呢 375毫升的 375毫升的这个洗发水呢 原来是卖五块九毛九的 现在是卖三块九毛九 所以说我们也买了四瓶 西瓜水 就是刚好顺路去跟他 寄这个银行汇票 我就在路上 我就是买了这些东西 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是 米茶搞的这个菜苗 就因为 这个是放在 这个全部是自己用种子育苗 育出来的 嗯 已经就是讲 很大了 我们想呢 把一部分豆类啊 这些东西就移到菜地里面去了 嗯 其他的人呢 就放到车库 因为在原来放在deck上嘛 就是后甲板上 嗯 晚上就搬进这个厨房下去 就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说现在就是讲 哎 能移到下面呢 我们就把它也全部搞到下面了 今天下午就准备去做这个事情 现在是下午的已经是六点多钟了 我呢把火起好以后呢 本来我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的 嗯 但是小伙子还在里面 就是准备这些 在串这些串啊 这些东西了 所以说呢 我把火起好以后呢 我呢也蹦手蹦脚呢 我也就是搞了几个上去 搞了几个上去以后呢 结果呢 效果不怎么很理想 啊 掌握不到这个火候吧 嗯 所以说烤出来的东西 直接就被大师傅给鄙视了 你看大师傅就现在就 已经用水来浇火了 他就觉得我的火太大了 所以说把这个整个漏串呢 都已经全部烤焦了 我家的小朋友 他在探着一个头在那里看呢 哈哈 他不愿意传来外面 嗯 大师傅现在在跟我就是 补救 他觉得你看他嫌弃我的漏 就这样全部烤焦了 这一刻 哈哈哈 烤漏串呢 说实话是一个比较就是 嗯 考验耐心啊 而且要不停的去就是 翻 翻转的一个就是一个工作吧 我家阿米茶呢 他就是在下面 就是已经在这个下面 他在移植这个菜苗 他讲大部分的菜苗呢 他讲要移到这个 已经移进这个菜地里面去了 菜床上面去了嘛 就是不用这个 嗯 小的这个育苗土去 嗯 种它了 就是直接移到地里去了 因为未来一周呢 嗯 这个天气都是还好的 我家的小姐姐 刚刚从一个网络面试上 刚刚下来 正在平复她的心情 因为这个面试给她的准备时间 就是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 所以说她从 几乎说没有什么准备 就去面试了 这一串就是我家小伙子自己 嗯 从头到尾她自己搞的 你看一下她的她 她搞出来的这个羊肉串 啊 这个牛肉串 确确确实是跟我们 就是跟我考的的是 嗯 不一样的 嗯 不会一点点就是讲 就是一边烧黑 另外一边又 嗯 又很不熟的样子 都是一样的 而且吃一口都是 吃吃冒油的 我总共吃了有 八九串被米茶 严令禁止 嗯 那我就 那我就下来了 嗯 准备 大家都在做事 那我也在准备去车库 这边 下传一下视频 嗯 准备 剪辑一下就 爬上来了 好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生活的记录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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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